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今天很难得 也很高兴 刚巧得到我最坚重的前辈 吴博士班这个奖给我 当然了 先大家好 我亦都很多谢资本企业家 能够今天颁2017年的 结出企业家奖给我 这个奖对我来说 是相当之鼓励的 我刚才说 我入了珠宝行业三十多年了 其实我都见证了珠宝行业的发展 它的变迁 有成熟期 有困难期 我都见到很多不同的层面 也都在现在的资讯 这么发达的竞争的情况 我们珠宝行业 其实一直都是一个 相当之传统的工业 所以要在这个 这么激烈的情况下 要能够可以与时并进的话 我经常都觉得我们一定要自我提升的竞争能力 所以升级转型也是一个唯一的出路 我作为我们荣昌集团的主席 在2012年我们的厂亦都自家做了我们自己的品牌 叫做Aqueen 目标我希望将我们的品牌 是由中国伸延到海外 所以我们也要 要确展到环球线上线下 这样的销售网络 除此之外 我亦都在今年里面 我亦都新兼了 在2017至2019年的 香港珠宝製造厂商会的主席 那作为我们厂商会的主席的话 我亦都要 肩负了协助会员去解决我们的营商问题 营商困难 所以我亦都要 另一方面 现在我们会都有30周年 所以我们也 另一个工作 我要推动全城工作 培育新一代 为我们珠宝业 就要持续发展下去 所以我作为珠宝业的代表 所以我亦都很荣幸 能够得到今天这个奖项 所以这个奖项的意义 就能够令我更推动我 更加努力 更加为我们业界 更加要多一分 出福一分力 更多贡献 所以肩负要更大 更多的责任 所以我会利用我过去的 沉迹下来的经验 啟发一下同业的思维 向人才和管理上的话 要多多重新整合一下 令到我们珠宝业 能够可以长远 而发展 持续发展下去 所以最后 今天难得 祝各位各方面的企业家 大家更上一层楼 生意精神日上 刚才不断博士说 2018年 一个相当好的年头 普遍市况各样都很好 召唤大家可以生意兴隆 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